HELLO 早安你好 我是優哥 I'm Yuga 今天在排位要來玩小青 那這場排位呢 我是比較上面比較早選的關係 我非常害怕 對面那種位移技能很多 或者是會有清醒的角色 那這場呢 剛好這些問題都被我遇到了 你看對面有亥犽 薩迦 艾里 蘭鐸 都是屬於位移技能很多的 而且他們的亥犽 還有薩迦都帶了清醒 這場對我來說 我小青這個角色 我覺得手有點抖 因為我大招就算壁咚的到 他們清醒一解 位移一拉開 我很有可能就死在一個人群裡面 團戰裡面 所以為了避免這些問題 我可能要做一些蹲點的單殺 玩好一個角色 不單單只是你的裝備奧義魔紋要帶隊之外 你的打法還要因應對手的陣容做一些改變 那這場來說 我真的覺得 我要做一些很深入的蹲點 像他們的打野算是蘭鐸 位技能很多沒錯 但是他在吃野怪的時候 只要被我蹲到 我還是有信心可以把他抓掉的 然後這邊走來藍區 蘭鐸是藍起 但是他有一隻小野怪沒吃 因為在前期 我絕對肯定 艾里是打不贏我的 有玩過艾里的角色的人應該都知道 他就是一個中後期的戰士 前期是可以打沒錯 但傷害不高 那我小心前期就是強 所以斷個兵線 反個小野怪 甚至 我確定了他們蘭鐸不在我旁邊 不在我附近 所以我可以幹嘛 直接跑來高地前面斷兵線 我跟你們講 凱撒路前期1分20秒 在這個位置斷兵線 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的絕 這是秘密武器啊各位 為什麼講那麼誇張 你們看喔 這個時間我的等級已經來到了4等 1分半喔 1分半4等 那對面的艾里呢 這個時間 他還在下路沙沙的清兵線 我已經跑到魔龍這邊打架了 艾里呢 還有可能慢我至少10秒以上 所以我們在上路 非常非常大的機會 直接多打掃 不過這邊有點尷尬的是 颯枷教了清醒 打颯枷其實二技能 我不是很想教啊 因為 我就算用了二技能 他一個大招就滑走了 或者是瞬移就跑掉了 我二技能只會原地罰站 那 很明顯我們前期絕對能贏 打完人 那個蘭鐸還在復活嘛 趕快再來反蘭 把蘭反掉之後 我的大招一塊冷卻好 我知道蘭鐸是蘭起 所以他復活之後 會去哪邊 肯定來蘭區的嘛 蹲一波大的 蹲一波 蹲到了 這邊有點尷尬的是 我大招沒有推好 大招沒推好之外 然後看到艾里來了 又有點緊張 接技沒接好 OK啦 至少最後蘭鐸有死啦 我的目標是有達成的喔 那 阿萊你跑的掉嗎 我剛剛接技如果再接好一點 我這邊是死不了的 因為阿萊有來幫我啦 只能怪自己的接技囉 OK 那我們這場 的輔助居然是魔攻流反恩 但是他有自信的話 他有信心 要玩都OK 反正出事的話 我來Carry 這邊撿一顆頭 然後艾里的話 有點追不到 追不到追不到 反恩交給你了 哇 這樣子還被他跑掉 反恩還死了 我們家的輔助 魔攻流反恩 這場因為我對到的是艾里 所以我會出拘魂刀 那如果對手沒有回血角色 我會把拘魂刀換成全能武器 這樣子小青會更痛 我們快速的把兵線清掉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青的接技 OK 先別急 清完兵線嘛 下一位有一波兵 我們做個入野 我時候是有算那個藍的出生時間 這邊算準了 不過遇到的艾里 我以為 這邊我殺掉藍多 我走不掉 那好險 哇 很感動的是 我們家凡恩來啦 他這個瞬移 不僅殺掉了艾里 我還成功逃跑 這可以說是拿一個輔助的頭 對 凡恩是我們的輔助 拿輔助的頭 換到對面的艾里 還救到了我 非常的賺 跟大家講一下小青的接技 一技能出去 暈到人的時候 大招直接壁咚撞牆 撞到牆的時候 正常大家都會馬上接二技能 因為二技能的傷害這樣子非常的痛 但這場例外 對手的位於技能特別拖的時候 我的二技能其實不是那麼想開 我會更想要趕快接我的普攻 因為趕快打輸了普攻 那個傷害反而會更高的 所以我這場的接技會偏向於 先一技能撞到人 大招撞到牆壁咚到之後 馬上接上兩個普攻 再接二技能 簡單說就是 一三普普二普普 大概是這樣 看到了蘭鐸來抓我了 沒想到我這樣子還跑得掉 現在塔下補包回血量真的很多 半血的我又還有大招 其實我是可以來個騙一下的 看一下他們會不會出來跟我打 發現他們在吃凱薩 這能搶嗎 這感覺上是有機會的 那主要還是要打那個蘭鐸 有 凝霜完之後 被動推完趕快拉掉 對面的全家大小都來了 五隻都在中路 非常的誇張 真的很誇張 那一樣我們顧好自己 我們到目前為止 都是盡量去打一個蹲點的單殺 盡量拉 像這邊 蹲到你了 壁咚到 普攻普攻普攻 然後來 一個一閃 成功的再秒殺掉蘭鐸 注意喔 蘭鐸他 還是一個射手吧 射手要一點裝備 要一點時間發育 所以你只要一直針對蘭鐸那個點位去打 基本上他們打野已經廢掉一半了 廢掉一半的打野 所以他們風向完全待不起來 其實這一場會發現到 整個風向他們會一直被我們牽著鼻子走 這個很關鍵喔 好 拆完下路 拆完下路 我們回補一下 把血量補滿 補滿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喔 他們在中路打架 那我看了一下他們狀態都不只很好 然後技能都用掉了 所以感覺可以打一下 然後愛迪交閃嘛 這個蘭鐸算滿血 蘭搶得到嗎 沒有搶到 我看到這個亥雅想要病動他 結果沒動到 會動的原因是 亥雅沒大嘛 剛剛在中路開過了 這邊人真的很多 好像是五隻又在 好吧 沒事啦 其實剛剛那個點位 不能怪人 是怪自己腦衝 OK 下路清完兵 看一下這邊河道 欸 抓到你了 蘭鐸 碧咚到 然後再看對面的 小可愛 愛麗絲 其實這一場 我們已經抓到非常非常多人了 現在的我是有瞬移的 其實小青在裝備成型之後 我就可以考慮來一波大的 來一波帥的 只要對手兩個人黏在一起 跟牆壁站一起 這就是我們小青秀的時候 成功打出了Double Kill 然後我們瞬間再拉掉 真的是太帥了各位 真的帥爆我了 好帥還帥喔 唉唷 這邊颯枷一個起飛 我大招剛好必動到吧 各位 我暈到他還可以起飛喔 我們在看一次慢動作喔 颯枷往前飛嘛 飛到牆壁 我大招推到 颯枷頭上還暈眩兩個字 他的那個時間走到還沒跑完 他可以直接上天喔 我覺得這 這個算個小bug嗎 因為颯枷他還在暈眩過程當中 可以這樣子嗎 我自己認為是有點小bug啦 不能這樣子吧 我把你暈住了 你還可以無視我的暈眩 直接上天嗎 我覺得這會有一點點不合理啦 讓大家可以留言 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 稍囂不合理啦 那現在我是有瞬移的 有瞬移的小青 又可以來秀一波啦 各位觀眾 來 一閃 東到三個人 往前 不過我塔非常的痛 我死了 死了哇 也沒有兵線 我們隊友被殺光光啦 那個愛里已經肥起來了 肥肥的愛里 肥肥肥肥 對面三度全爆 我看到愛里 往這個方向 所以來草叢 不過我進草叢應該是有被看到 所以 直接被打一個combo 真的 被combo到 我也是會被秒的 然後這邊下路看到 蘭鐸 有瞬移的小青 就是可以帥一波 超帥的 其實後期的小青喔 他的普攻 絕對比他的技能更痛 他的技能已經拿來當作 輔助使用 就拿來當作控制而已啦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 奧義帶暴怒 然後要出一把聖劍 普攻暴擊非常痛 然後這邊稍微等等喔 等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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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到了 咚 好 他開了清新是吧 那因為隊友 這時候再給我吃凱撒 對手就在旁邊耶 這樣吃不好吧 我沒有大招啊 沒辦法往前卡人 所以只能等下一個大招 隊友完全沒人想卡 那只能我去啦 我來了 來 亥牙 通道 然後他往後拉 這樣就差不多了 主要是怕亥牙大招直接轉進來 把凱撒搶掉 因為現在這版遊戲喔 其實大家會發現 15分鐘的凱撒 被搶的話 很容易被逆轉反打 因為那個搶完凱撒 你看我現在身上 一層厚厚的盾耶 厚厚的盾 這個綁 漂亮 我們有著厚厚的盾 這個團戰 要輸真的有點難 殘血的愛麗絲 真的很殘 受不到 慘了 我的瞬移還有8秒 如果剛剛我有瞬移的話 這邊應該是 我可以全部都收掉 這一波團戰 我們找了兩個隊友 但是我們是有凱撒的 有凱撒 他等同於兵線 所以只要凱撒 確定他進到主堡了 那個範圍裡面 其實我們直接進去 這點是很多人都不懂 凱撒進去了 還沙沙的想要去打玩家 像我這邊 大招是拿來當控制 其實我都在點主堡啊 這場開開心心結束了 這場雖然對手未經很多 而且又有兩個人在清醒的情況下 我們依舊是可以找那種沒有清醒的人去打 就是對面的蘭鐸 他輸出只有9% 他死了11次 超級可憐 代表我的打法是有奏效的 雖然我輸出19.8沒有到非常高 但主要我們還是 我們開頭講的 打一個單殺 而不是團戰 趕快幫影片點一個大家的喜歡 我是優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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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